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个火箭等等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 在社会科学里面 比如说在金融和会计领域 这个cutting edge research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理解一点 到底这些人在做什么东西呢 其实教授们在做的研究 在会计金融里面做的非常 也相对来说比较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建立一些因果关系 那么这个因果关系 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因果关系 我们知道社会科学 它跟这个自然科学是不一样的 那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 它不是一个严格的一个对应关系 那我们就是说从这个 利用这个数据来证明 尽快多 尽多可能的证明 这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 那这个因果关系呢 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证明 就是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这个大数据 其实大数据这个概念 虽然在近年在兴起 但是在这个金融和会计领域 这个研究我们已经使用了 几十年的这个大数据了 那么这个是我和一些合作者 最近做的一个研究项目 主要的目的是做了一个 这个金融的这个情感词点 这个金融的情感词点呢 它比较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每天都有很多 这个金融性的新闻 比如说你有蓬勃资讯 或者说你在中文的环境里面 你用万的资讯 那每天你都会收到 很多很多的这个新闻 那如果你读一条新闻 你可能一个人用人脑来 因为用手工来读 那么手工来读呢 你大概最关心的是判断这个新闻 比如说是正面的新闻 负面的新闻 或者是中立的一个新闻 但如果我给你比如说100万条新闻 或者10万条新闻 那么你在用手工读 你基本上不可能读出来 这时候你只能用一些电脑的方法 来帮助你来读这个新闻 那么用电脑的方法来帮助读新闻 有一个最快的方法 或者最有意思的方法呢 就是说最简单的 就是说你在每个新闻里面 把所有的关键词 关于这个情感的关键词 都把它找出来 那么这里头最关键的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 这个情感关键词的这个词点 情感关键词的词点 如果你是英语的话 相对来说也比较 相对来说 这个已经比较成熟的研究了 特别是有这个 Logren & McDonnell 2011年他们建了一个词点 这个词点是会 非常经常的被使用 但是如果你把简单的 把这个词点 把它翻译成中文 这种通常来说是不大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之间 是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非常的这个 有很多语言的这种 在在这个翻译之间 它就会消失 吃掉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如果看这个 movie 这个这个电影 Lost in Translation 叫做 就是说这个 这个Bill Murray 在东京 在英语和日语之间的转换 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然后比如说中文 你中文 比如说英文 我们知道yes 只有一个词 但是如果把yes 翻译成这个中文 那么至少有七种 不同的翻译方法 但是就没有 最简单的yes 这个翻译的方法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这个研究 项目里面 我们就试图建立一个 这个中文的这个字典 我们用了一个 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公司的新闻 过去八年中 所有的中国上市公司的 这个新闻 总共有三百一十万条新闻 然后我们用了 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 一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呢 在这里头我们特别用了 这个叫做W2VAC 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 那么这个W2VAC 这个机器学习的方法呢 它的目的呢 就是说把这个同义词 都把它找出来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 烧钱 这个同义词 比如说这个 这个图创公司 在二零一九年 它烧了很多钱 有一个烧钱的 这个同义词 然后呢 你要找到了 是什么呢 是希望 比如说能找到 Question 这个同义词 那么这两个都是一个 负面的这个词汇 那我们用了这个 三点一条 三点一个百万 三百一十万条 这个新闻 我们找到了 总共呢 总共找到六千六百一个 这个情感的词汇 我们把情感词汇 分成三类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负面的 然后在中国新闻里面 还有很多的 这个政治性的词汇 然后我们把这个 政治性的词汇也找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我们 对这个Word Cloud 看看我们 这个找到的一些词 比如说我们这个 最 这个最前面的这个 五十个 这个负面词 我们找到了这个 有八个 我们发现了八个新的这个词 当然我们前面参考了一些 现有的这个研究 都是用不同方法的 然后呢 在前面的这个五十个 这个正面的词汇 我们找到了这个 我们发现了十三个 新的这个词汇 那么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 就是说 你做了这些研究 到底有什么用呢 因为大家都是可能从 很多人我们是从这个 实物界来的 我们这个研究呢 至少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新闻的这种情感 跟这个股票的 或者这个回报 把它联系起来 比如说你看新闻的词感 跟这个股票的这个回报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之间的相关性呢 在新闻发布的第零天 和在新闻发布后一天 这个相关性 基本上是最大的 所以呢 这个研究呢 其实对这个股票的交易 它是有一定的 这个指导作用 那么在这个case里面呢 就是说研究呢 我们现在在 在看了这个 在这个新的这个 大数据的这个时代 就是说机器已经在开始 做各种各样的交易 机器也在读新闻 那么如果你不能够把 不能够打败机器 那么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去提高 这个机器的这种可信度 那么这个研究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谢谢大家 我的这个 这就是我今天呢 这个跟大家分享的